面对所谓独派的压力 以及即将到来的 民进党党内初选的民调 蔡英文的主要选举的话术就是 我忍了三年了 我现在都在打基础 现在好不容易让大家看到成绩了 所以不能不让我连任 奉兴怎么看待这套选举话术呢 其实他这套话术 主要诉求的就是 对应支持者跟年轻人 你看他讲的一些事情 不管是党产条例的事情也好 或者是去谈整个的 过去的体制的改革的事情也好 乃至于年轻改革的事情 他都去强调 这些微的那种阶级的 世代的 那种彼此之间的对立 而他的诉求点 其实就是绿营支持者 以及年轻人 他的广告其实不只是他的话术 如果你加上了 他最近的猛打的这一批广告 其实他的对象就很清楚 对准的都是那一些 可能20岁到29岁 他可能历史记忆并不是那样的深刻 可是觉得说 现在既然做的是改革 好像对年轻人都是好的 我觉得蔡英文 他其实在这一段期间 他们借由民调的测试之后 发现到说 因为手机相对来讲 接触到的年轻人的比例 稍微高一点点 因此在50%的手机的民调的情况之下 如果他主打年轻人的话 就比较有机会 能够在这里面 借由这种些许的差距的 一个调整过来之后 他就有机会赢 所以他是清楚的知道 初选的游戏规则 而他也主导了初选的游戏规则 而他现在的话术 就是要在这一个游戏规则当中 能够生存下来